细细快餐店 既然我不会烫鱼 既然我一见到毛虫 都会把整颗野菜花扔出窗外 既然我炒的牛肉像柴皮 既然我烧的饭糟 既然我煎蛋时老是忘记下盐 既然我无论炸什么都会给油烫上手指 既然我看见了石油气炉的烟 周围又负担不起煤气和电费 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 直播的Podcast节目The Real Story 我是雪莉 在这里我们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 带你看见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 刚刚你听到的是雪安华导演 为我们朗读的诗 她读的诗是一年多前 已故的香港诗人西西的作品 快餐店 烧的饭会焦 炒的牛肉太柴 一天起码花三个小时烹饪 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 我常常走进一块餐店 这可能是导演雪安华 喜欢这首诗的原因哦 好生活化的一首诗 让我自己也想起 煮菜时经常的手忙脚乱 雪安华是黄仁圈很重要的导演 她在过去四十年间 拍过三十部剧情片 大家耳熟能详的 包括《黄金时代》 陶姐 女人四十 明月几时有 片子多次拿下香港金像奖 与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导演 她导过的片子剧组 最多达两百人 但这一次 雪安华却凑组了 只有五人的团队 排起了一部纪录片 名为诗 为什么选择以诗 这个表达最为精炼的文学 作为题材呢 雪安华说她从小爱诗 以诗为主题的创作热情 她一直放在心里二三十年 而这个愿望到诗才实践 她说这是一部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 这部以香港诗人群像为题材的片子 也在2023年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三月中 她忙完柏林影展的评审工作 来台会纪录片宣传 我跟着报道者的特约记者 张士达和摄影林雁廷 一起跟着导演做了这个访谈 士达是很资深的电影携手 她在大学时也是读英文和文学 所以我们很幸运地跟着士达一起访谈 原本是要聊诗 以及导演把诗作影像化的过程 但没想到三人聊文学 也聊起阅读带给导演的力量 对电影语言的想法 导演还聊起很少在媒体提及的 关于她的日常 其实76岁的她也是不少苦恼的 不能像以往在吃喜欢的甜食 她得戒烟 她一个人生活 得思考晚要怎么洗比较不麻烦 衣服该多久洗一次 我看到一个大导演的日常 在往结束后 我和宛如觉得值得把访谈的过程 分享给喜欢的电影 喜欢的诗 喜欢创作 也喜欢许安华的听众 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咯 除了开场的国语版的朗读 导演特别为The Real Story的朋友们 朗读快餐点的粤鱼版 就是你从小时候你的爷爷父亲就教你背古诗嘛 对 可是你自己有意识感觉到文学 我真的有被文学之后打动感动 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你记得吗 其实我估计初初开始教我念诗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第一首诗是李白的《床才明月光》 然后他就说一句 我就念一句 我也不知道 他说低头四故乡 我还以为是四故乡是在广东话是个尼姑 我还自己乱想是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我才三岁 就是五岁以下的 我在澳门 所以就一直都是口把口地学 就是一手一手一手地学了好多首 什么王位 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的 然后到了五年级六年级 就开始迷那个武侠小说 都是真的是很迷书本啊 就这样 我爸爸是金融迷 然后他是看 他订那个报 好像是新闻报跟大公报 我那个时候是十二岁以下 然后我们就偷偷看他放在柜顶的那些武侠小说 可是我最记得就是 到了六年级 我考定义就要求他买给我的奖品是一套金融 他是书在昂丑路或者说 然后接着就一段时间就是看英文书了 因为我们小六的那个老师是说 我们每天最少得看半个小时书 逛 然后就我们在学校的图书馆 就接了好多这些小富人啊 然后 School Girls Picture Library 全都看了迷头迷脑 那时候就直接看英文小说了 看英文小说 然后到了初一初二我就看某文 毛布 很厉害哦 我记得还最厉害 富士这个最厉害是我记得 我很记得看过是什么 因为书里的现实比我平常的现实 我觉得还还要吸引我 后来怎么引导到你自己大学的时候 自己想要读文学 主修文学 很喜欢看书啦 香港我知道就是有两个 我们念中学的时候 英文书的Library 那么我们都是会交替的 在两个图书馆 每个礼拜最少接两本书都看完的 所以是我在中学的时候 要陆续地把这些世界名著 就是因为我看那个毛布呢 他不是说 The Ten Greatest Novels嘛 就是有炮笑三桩啊 都是他提 对 都是他提出来的十大 然后到了差不多中四 我们是要决定以后念什么的 因为他分流中四的时候 就要开始念理科的 就要念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跟数学 然后我是一直念到 中学毕业 我还坚持要念理科 因为理科的同学的成绩都比较好 可是我是个数学盟 我有时候是一百分 有时候是那个不及格 不及格我就很震惊 觉得是个很恐怖的感觉 然后我老是这样我就觉得不行了 我就不念 因为不念医学了 因为以后如果这样子呢 你要循着这个方向念呢 你才能念医学是理科的 那么你本来想念医学 我爸呀 我爸喜欢所有的小孩都要念大学 然后最好是念医学 因为出来呢 又能赚钱 又能办人 又有社会地位 嗯 可是我念不了了 就跟他讲述 就说我真的念不了啊 我能不能念文学啊 然后他就说 跟我妈说 别让他愿意 埋怨你医生啊 我爸爸跟我妈说 我妈也无所谓 那时候你开始念文学 本来想象你将来 会一直走这条路吗 我是不敢想象自己能创作的 所以我到现在还不敢写剧本 小时候对一些创作文学的人 有一种敬畏的心理 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神式的东西 所以都是觉得就 就光是念书啊 出路就是如果念完大学 是文学读科的话 要不就去教书 那你最好就是教大学了 那么你再念两个学位 要不能就是去当公务员 都是这样的 香港大学的文学生 因为书里的现实 比平常的现实还要吸引他 导演说他跟着爷爷朗读五言绝句 偷偷看爸爸姑姑喜欢的金庸 之后又跟着小说家 毛母所提出的世界十大名著 《白金记》《咆哮山庄》 卡拉玛祝福兄弟们一本一本的读 我听他中学时每周读完两本英文书 觉得这个阅读量也真的太惊人了 曾经有人看了诗访问徐安华 我们看到他的回答是说自己被诗拯救 所以我们也问了他同样有问题 在接下来的这一段 你会听到他超级可爱的回答 他也跟我们分享 许多人对于诗人的想象都是不食人间烟火 有种灵带预感 然而他的纪录片里所拍摄的诗人 却反其道而行 捡鼻毛打蟑螂 上茶餐厅喝咖啡 穿了二十年的破固子继续缝布 还得入室地努力赚钱养家户口 这种想象和真实有不小的落差 究竟他怎么理解怎么拍出诗人的人生 你讲过很多次被诗拯救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 我只是提一提 我觉得我很失乐的时候 我去找冰淇淋吃 冰淇淋比诗有用 炸鸡或者薯条 急救的时候这个比较快 不是读诗 就是认真的说有时候会翻 可是不是老师拿他当药这样的 会有没有哪些诗你会别有 好的诗啊 就是抒情的啊 就是都很喜欢啊 可是从中学开始 高中开始就很喜欢一些 十八世纪的浪漫诗 尤其是记者 chick kids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听说哪一首吗 都喜欢啊 他所有的old 就是那些叫是old Ode 就是那个涌探诗吧 就是都是比较长的抒情诗 他也写一些很长的叙事诗 Shakespeare这是我们的required reading 就是从初一就开始 每年有一部 有一个Shakespeare的Place要读的 所以什么 什么 Tempest啊 什么 Richard 什么 Othello 有五年啊 所以每年可能一个都都 Hamlet 都有当教科书的 嗯 可是那个时候不太懂 应该 三四十岁吧 比较懂 比如说什么作品 Hamlet很喜欢啊 念书的时候也很喜欢 已经喜欢了 可是后来的一些 Roman and Juliet也是很早喜欢的了 人人都喜欢的 可是比如是 那些 B剧比较容易喜欢 Othello 很容易喜欢 可是比如他的那些喜剧 没那么容易喜欢 所以读不懂的时候 会觉得挫折吗 因为很多人对诗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我读不太懂 所以就会有一种距离感 像导演这部纪录片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生活感 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距离 我是有点刻意的 想 人家 看了 不要觉得 是一种那么虚无缥缈 跟那么 抒情 跟不贴我们生活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觉得诗是一个 跟我们生活是比较抽离的 因为你很迷恋的诗 都是19、18世纪的英国 你跟你的生活没关 可是他说的东西其实也跟你的生活没关 所以 可是你就觉得 跟什么大自然啊 跟爱情啊 都很有关 那你就觉得 那个很向往 可是 你 可是后来慢慢的就觉得 比如 很多诗就是你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生老病死了 他们都写得很好 那么你好多东西是 你自己不懂表达的 你看诗就表达得到这样 就是他替你表达出来 你心里的那些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那些感觉 对啊 另外就是 我们从 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是从这些19世纪的诗人 接着就是 看了一些 武士的 比如徐子墨啊 这些诗人 兵器呢 也很喜欢 可是第一派的诗人 应该是新乐派吧 他们都是很像这些 英国19世纪诗人的 都是讲 那个美景啊 月光啊 大自然啊 爱情啊 其实他们都是很像的 所以我们脑子里头 一直就是有这些诗人 都是长头发 喝酒 然后 吐血 身体不好早死 林黛玉 哦 那种感觉 可是我就 我们到中学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 是一个外国人 可是 是个女的 然后她就狠狠地骂说 这 你们不要学这些浪漫诗人 他们太早死了 他们一试着就往外头去走 然后去看这个月亮这种 她说 应该好好的生活 就是好好的吃饭睡觉 这样 我就 我就记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还是很想往 就是那种浪漫生活 就是 就是长头发等等 可是 我觉得那个 现在比如 黄柯燃 跟那个 柳柯燃 嗯 他们就是私人 可是他们是没有放弃生活的 嗯 也不打算找死的 就是 是吧 他们是能融进 现在的社会 然后 比如 廖伟棠也很懂 音乐啊 就是画画啊 摄影啊 电影啊 就是他们都是 切切实实 有 有家有小 就是负起责任 不是那种啊 像那个谁 太宅 太宅 每天想着要自杀 然后约 跟男女朋友 约一起 自杀 最后成功了 我就是理性上 我比较喜欢一些 诗人还是社会的一份子 虽然他们是 不接受很多社会的规律的 诗这部纪录片 紧跟着两个香港诗人 一位是移居台湾的廖伟棠 一位是移居深圳的黄灿燃 片子里也提到怀远 尹江 邓阿兰 马若等香港诗人 而已逝的诗人 熙熙生前的声音 与生影 也被收录进来 刚才导演告诉我们 他拍这部片 是他的中学老师提醒者 千万不要学浪漫诗人 太早死了 所以导演是有点刻意的 排除不那么抒情 不要那么虚无缥缈 不贴近生活的一部片 因为诗其实可以传达很多 我们指涉不出 难以描绘的情感 在访谈中段 谈起诗人的生活 我们意外从诗 插出一个小片段 他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 怎么在近年 开始学习过生活 我完全可以理解 一个全心投入电影工作的人 很难把琐碎的 十一柱形照料得很完美 因为时间精力 都去打磨出好作品了 前年导演的妈妈过世 加上疫情 工作时间减少 他复闲在家 开始学习做家事 我们听他谈起衣服和碗 究竟应该立刻洗 还是累积到多少的量 在一起洗时 我想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 最常上演的生活剧本吧 一点都不drama 一切如此真实 你自己有什么你的坚持 比如说你如果对你来说 所谓你在香港的日常生活 我真的不是太卷种生活的 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在学 对啊有点晚 可是想试试看嘛 我以前一直有过 家里有个保姆 那么 从差不多十五年前开始有 以前没有 是我妈妈做家务 然后一直到我妈是前年死的 然后我还保留这个保姆 因为不好我妈死就把它开了 然后等到他的那个合约 我去年五五九月满了 我就不打算去了 因为我觉得 哎呀我不如学一学怎么 Cleanning啊 Housework啊 这样子自己做 然后他走了 我很惨 我不知道这个 尤其是煮饭很简单 你不吃就完了 可是比如你这个房子 这怎么就是清洁来清洁去 还是很脏呢 我不明白 所以现在就把握到一点 因为我老师怎么讲 一有衣服就拿去洗 也不等 然后就很忙嘛 他两件也拿去洗 洗完了 第二件又又两件 这种 然后你吃完那个碗 你是立刻洗 还是等到晚上呢 我也不知道 然后所有的朋友都说 你不要自己做了 因为就是太忙 太麻烦 我说是是 其实也好的 现在就是 譬如我自己订嘛 就是说如果 一个礼拜洗两次 其他就堆在哪里 然后这个 这个碗等等 等到晚上 一起洗 洗一次 早晨洗一次 很想导演 很想导演会为洗碗跟洗衣服困扰 好珍惜哦 对 导演为什么日常感这件事 对你现在回头来看 日常的生活这件事这么的重要 因为我最近 我最近 其实我四年没拍戏了 我是 那个 这个事 不是 剧情片嘛 所以 打算2019 没拍戏了 所以其实我挺闲的 以前就开始 想这些生活的事 其实平常就没有时间想 因为而且尤其是我妈在的时候 我很忙因为要照顾她 然后我又拍戏 我其实是 没有时间想 不是没有 有点不想 这样 现在就开始想 那想了以后 你觉得你自己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没有什么改变 就现在我才开始 要弄这个吃的 本来不弄 就是我的保姆还每个礼拜 来帮我 还买了很多东西给我吃 然后我都不煮 然后我都吃背面 然后 懒得洗碗 我现在就已经 局部的解决了那个忙乱 我已经比较好了 所以我接着我就要想 怎么弄吃的 简单好吃 初步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要吃的比较健康嘛 所以就又要选那么 这样子就是吃的东西要小心选 又要好吃 你知道 我以前老是晚上躺在床上 你知道我想什么 我是在想 所以剩下的很健康的 我还喜欢吃的 是什么呢 有找到吗 蛮多的 比如我喜欢那个 蜜色 蜜色汤 我喜欢蜜色 我喜欢蜜色 我喜欢芝麻糊 我喜欢吃那个米粉 海草 我也很喜欢吃 所以其实都是超健康的嘛 对 然后我又躺在床上 我说 诶 哪些甜品啊 哇好多 Apple pie 冰淇淋 然后 什么时候都很喜欢吃 然后我问 哦 那谁 比如芝麻糊 算不算是甜品呢 是吗 当然是啊 是啊 还有猪油耶 里面 我说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啊 有一个区分啊 我就光不吃那些是 食的 就是 不是水的 比如芝麻糊啊 红豆沙我都吃 可是 比如那个皮蛋酥啊 这些不吃 你喝咖啡也加糖 现在不加 现在不加 电影里面你还加 电影那个时候还抽烟 现在不抽了 那时候黄善来问你一下 加不加 加 所以真的是因为健康的关系 嗯 医生有交代吗 嗯 我也很喜欢吃以前 我们那个甜点是 那个Jelly 然后那个Jelly呢 就加那个 我们叫那个花奶 就是很浓的那些 一罐一罐的牛奶 放进去 现在也不吃了 好可惜哦 好可惜 没关系啦 就是东西到头了 就得往外放 那你来台湾 那你会特别 很喜欢吃 以前呢 好多东西啊 现在就都不敢吃 我很喜欢吃 那个豆浆油条 可是油条都不敢吃 嗯 可是可以 比如一个礼拜吃一趟这样 导演在思考饮食时 最后得出一种讨价还价法 我觉得挺好的 例如固体的像是皮蛋酥 这些不能吃 但是液体的 像是不加太多糖的芝麻糊 红豆沙 是可以吃的 我最近因为父亲饮食上 该吃些什么 也有许多困扰 或许这是一种折衷法 让身体不要太多的负担 但仍有一些饮食 丁点的乐趣和期待 我们再回来谈诗 这次大概是 雪安华40年导演经验中 非常少数 以极小的五人团队拍摄而成 以往拍电视剧的团队 也比这次多 而拍电影时 最多有200人一起吃饭 但五个人的小crew 反而给他很多的自由 我以为导演会觉得 人多好办事 但他反而不觉得 他觉得这很不科学 因为分工分得太细 大家不是偷懒 而是会觉得 这不是自己的工作 反而容易推脱 于是这部五人编制的小团队 没有让他感觉到限制 而是更多的自由 那导演这次这个片 因为是在疫情期间 而且是纪录片 因为你拍大片拍了这么久 那这次拍一个这么小的片子 那到底是什么感觉 它的限制跟自由是什么 我特别高兴 我其实一直拍大片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 一个大的组 一来就几十个车 然后哎呀 层层叠叠的 就是譬如我叫副导演做这件事 他叫制片 制片还做交叉的助理 然后助理又叫他的助理 他的助理回来 就找那个副导演的助理 那个副导演的助理 又找回那个导演 那个副导演 我跑去就都在那里大骂 你知道搞什么鬼 老实讲 他们就是分工分得太细 大家都实在 都是推给别人 因为觉得不是自己的工作 不是因为懒 浪费很多时间 现在是一个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的 那个节奏不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就是 你坐在那边 有计划的开会 好多人 然后每个头子 跟他们的人 communicate 你开一次会 或者最多两次 应该就OK了 那就分工合作了 可是现在是 我叫你 你叫他这种 一点都不客气 那个时候啊 我已经四年没拍戏了 所以这次这个片 现场是几个人 比如你 摄影 我摄影 摄影还有他的一个助手 应该是助手 还有一个是录音 有时候是两个助手 连录音 然后是一个助手 助理兼一个制片 就是安排行程 大概四五个人 就差不多了 而且现场也不用装法 不用打光 打光的 打光还是打的 打的 可是他们也没问 他们就是 他们也没说 你会不会太简陋了 没有 那以前有过这种 四五个人一个crew 曾经有过吗 其实拍电视的时候 也比这个人多啊 那你前几年拍那些 合拍大编 那个才最可怕 200人 一组 最少 因为一吃饭 都是一个大堂 我说 怎么这么多人吃饭 工作室 就 很不好的脾气 那这次这样拍 会不会上瘾 你以后都只拍这样 希望 其实 不是可能比较好一点 多几个人吧 因为 其实可能剩 他们很辛苦 晚上要不要过带子啊 没有住手啊 对 他们是比较辛苦 可能会弄得好一点 可是这个基础上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工作的 不过其实 如果拍这种小的东西吧 我20年前已经打算不拍纪录片 是因为 20年前 我其实很 对于纪录片是很有兴趣的嘛 我这就 九几年我拍了一个 一半是纪录片 一半是 是剧情片的 很多间的一集 四日三下 我觉得挺满意的 是帮港台拍的 然后 可是我拍完以后 我就看见这些电视图起来 每一个 这些人都可以是 一人片组 好多导人 他们是拿着一个机器 跟着一个项目 几年 拍出来非常好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都是导人自己拿着GP 最多有一个助手 比如有一个摄影 两个人就能成一组了 那 我自己不喜欢弄机器 我就不能拿着那个DV去跟人 然后 那个时候还不是体力的问题 然后 我也不喜欢自己简洁 就是那个激动性 所以我就觉得 哦 我拍纪录片的年代 就没了 我就不应该拍了 就应该 留给这些 就是能自己一个人去 或者两个人去拍的人 因为你如果是每一次拍 你都要开工 打通告 你已经慢了 可是为什么鬼推神死的 甚至又拍一个纪录片呢 我也忘了 突然就觉得 我可以拍这个纪录片 纪录片诗中的诗人与诗 宛如紧贴着香港日常生活 香港过去曾经被贴上 文学沙漠的标签 但这一次让大家注意到 原来香港有这么多优秀的诗人 写出这么多动人的诗 在片子里 诗人细细说 我不懂得写乡下 也不懂得写天堂 又不懂得写地狱 那就写我的城市吧 接下来这一段 导演跟我们聊起她 起心动念要拍的第一首诗 是黄灿然的 《恋爱中的女人》 这首诗有很清楚的画面 跟戏剧感 让她想要尝试以电影的语言来呈现 《恋爱中的女人》这首诗 诗里主要先是一个旁观者 看到了一位女人 接着旁观者又见到了一位 跟在女人旁边的男人 最后视角又转换到了男人的身上 由男人的视角 来向那位旁观者说话 我想先为你朗诵这首诗 黄灿然《恋爱中的女人》 如果你也在凌晨走路回家 在黑暗中看见不远处一个女人走来 低着头 看上去疲乏 吻她 然后又坐进同一辆低势 她目送她离去 然后转身 她家可能就在附近 她的背景 疲乏 困倦 憔悴 那是她在恋爱中的缘故 幸福正大幅消耗她的能量 她体态鲜弱 那是一种随时倒在恋人怀中的鲜弱 一阵风就会吹走她 夜色再暗些就会融掉她 我看见你跟她擦身而过 向我走来 我们互相瞥了一眼 你大概会说 瞧这个男人精神异议 好像很幸福 而不知道我这热情 只是她的幸福的余温 导演原本想以这些诗作 多拍几组影像化的尝试 可是你刚刚有听到 恋爱中的女人 因为不同的视角和悬疑性 再加上诗人旁白读诗 影像和声音搭配的时候 导演说当时怎么搭都不对 最后整段剪掉了 虽然这个实验最后以失败收场 但是这个影像化的切入 却衍生了香港当代诗的纪录片 当你前天晚上有讲到说 一开始起心动力 其实是因为黄灿燃 那个《恋爱时钟的女人》那首诗 所以那首诗的那个画面感 跟戏剧性 特别让你觉得 其实可以用一部电影 来拍这些东西 那个时空不停地在改跟交替 然后把这个东西一剔就变成一个诗了 可是这个《恋爱中》的女人呢 他来拍了就不好的 因为如果这个特别的复杂 就是有几个试点 然后又有发现又有悬疑呢 再加上他的画 我不知道这些画是按照他做的动作 就是说还是事后说还是之前说 你什么都不对 所以就剪掉了 所以这个实验还没做都成功的 就是一个诗 本来其实只是想做这件事而已 不是 因为从这个诗一个切入点 不光是你拍下漂亮的画面 加上音乐 你总是真正的探讨这个 这个诗里头的时空的问题 怎么能引起感情上的反应 你一加上这个现代 如果你看过去 你就会很有思义 虽然这些画面都是很简单的 那在拍这个过程当中 有在重新发掘香港的不一样吗 那倒没有啊 因为这个都是我很熟悉的东西 我很高兴真的是能拍到出来 因为在那个context里头 比如那个王才能住的地方 什么天桥 我都觉得蛮有感觉的 可是平常你家香港人是没有 在街上走 你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香港就是有哪些地方 是导演你自己最有感觉的 就是最有情感记忆的 我很少是在香港的时候觉得 这个城市特别有思义 或者是特别书庭的 主要就是都是人家说的景色 比如是坐小轮渡轮过码头 那个感觉是很好的 而且很特别的 另外就是比如你到山顶 你看到这些这个景 尤其是很多时候在山顶 有一个景就是饶一周的 然后你都看到下面那些景色 不停地变 那么这样子都是一些民景 就是tourist区的地方 这样子 还有现在就很多我没有发现的 就是在里岛里头的很多山景啊 爬山景啊都是很漂亮的 不过导演在整个片子里面 有黄采然说的话 像他会说就是一个诗人 要在这个社会生存 必须要平衡嘛 导演把这些话捡起来 一定表示说你自己也很有共鸣 呃对 可是不是一定的啦 因为是在嘴巴里头的话 主要还是要终于 不能把它放到一个context 是我想的嘛 那么基本上都是 我觉得都是终于他要讲的话 放进去 而不是我想他说什么 然后简称这样 因为有些问题是你问的啊 就是你 譬如说你问他说 无论如何你都要在社会生存嘛 那你怎么样去拿捏捏 哪些做哪些不做 对对对 对 那你自己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怎么拿捏捏 哪些做哪些不做 在生存这件事情上来讲 嗯 其实我是如果拍戏 我没有兴趣的题材我不会做 为什么我做不了 不是我觉得我嫌弃是 我如果对这个题材没兴趣 我拍不下去 所以 没兴趣的不做 有兴趣的东西都会做 然后有能力做的事 就 不多嘛 就是 尤其是现在 为什么说尤其是现在 因为你年纪大了 你好多东西你都要退休啊 有人 比如你去教书 人家也嫌你老 因为 会吗 当然会了 因为 因为真的请人人会考虑 如果你请导演 也会考虑 他们会考虑导演的健康啊 比如我们会考虑也是 老演员的健康 我们说 这年不年到西啊 万一一年 下来 不是都是很实际的嘛 对对对 比如怎么联系啊 你导演也是啊 就是 现在就是 过了 不用说过了七十岁 过了六十岁 他们都有考虑 因为 你的经历一定没那么好 就是高英俊 你还有可能在拍那种大片吗 我不敢说啊 可能 奇迹的突然会好起来了 可是我现在就不行了 好好过生活就好了 嗯 嗯 对啊 但你有觉得你一定要一直拍下去吗 因为我想拍戏拍到今天 也真的不是一个抑制的问题 我是真的有兴趣 可是如果没有 我真的拍不下去 像你说如果没有题材 没有兴趣的题材 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拍 因为不值得花那个精力 啊 所以所以 我不是 我不是刻意的 嗯 所以如果拍不了 我虽然觉得很遗憾 可是 我也不会硬拍这样子 那以你目前的 就是说像这样的年龄 同龄者可能真的都退休了 是啊 退休十年了 所以你怎么 就是说 在这个年纪还保有这么多的活力 我没有很多活力 我都不行了 已经很有活力了 可是我是 估计我是对那个电影艺术 电影语言 其实真的特别有兴趣 嗯 就是像这个是 也是一开始想到了 这个电影语言 来拍诗 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事 我对这个有兴趣 这个是个核心的问题 所以就去拍了 那如果从电影语言的这个部分来讲 这次拍了这个片 你的发现是什么 我的发现是非常明显的 一个电影是有它的语言跟它的性格的 就是比如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你看戏看多了 你电影里头的语言就变成了一个套路 因为我跟那个摄影师的 那个谈就是该什么风格什么 大家都是都其实满意认真的 他是年轻的摄影师大概三十多岁 然后很努力 然后拍的东西也很多很好 可是我们老谈不到一起 然后因为大家的那个电影底的教育不一样 然后他有一个看法就是 我是一个老导演 所以我拍的东西会老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是这样嘛 因为你如果你是这个人 你就会拍出这样的写 可是后来我们撕拉撕去 其实我就要求他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比较好的纪录片 尤其是港台的 你就千万别学 你比它差都可以 可是你不拿出来 人家一看就知道what to expect 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弄得很工整 譬如我们看的 我们受的那个视觉教育是不在意的 你不知道 其实你已经用了别人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 那么如果什么都没有 你就最干净就好了 因为你反正不能做什么很惊人的视觉效果 不过有人说创作就是从模仿开始 你怎么看 就是啊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在模仿 你还以为是 另外一个就是比如 potential的日语 我一看好 一开始的时候 恶平如潮的 然后我的都是朋友 就说哎呀怎么 那个表妹去医院的那个小话 他的表演那么TVB 这个 然后那个老的邻居 他怎么那么粤语片 我本来就是 哎呦怎么我 我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我后来想 其实我们每个人啊 的语言跟那个动作 其实都是不自觉的模仿一些TV 所以你这些 你要不套留 你最少你要知道 其实这个是个模仿 你不能不知道 很多人就不知道 以为这就行了 其实他们拍出来的东西都不是 他们好好的从头想的 不只是他的故事 是他的那个语言 有人还没看片时会问 今年香港经历各种层面的剧烈变动 现在谈诗 会不会太奢侈 但如果你去看了诗 你会知道 就如廖维棠在纪录片所说的 诗在一个人最无助 最失败 或最孤独时 才真正发挥作用 我们也在片中看到诗人 透过消失变换中的各种城市景观感伤 例如诗人怀远在片中送读的 天堂无物 道带天 里头的诗句是这样写的 你站在九龙看不见香港 53年后我站在香港 看不见香港 短短一句 道尽不忍细旧的复杂心情 所以诗在这样的变动与俗世生活中 为我们内心说话 也为变化中的香港说话 我也印象深刻黄灿燃提及 诗有时是死后见的 写一首诗的困难 就是一开始你要准备一无所有 一旦虚荣就写不成诗了 讲回片子里面说 因为后面讲到那个辛波斯卡 因为廖伟长讲很多的辛波斯卡 一直在讲很多关于抵抗的件事情 抵抗这个词 对导人来说 你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想要抵抗的是什么 我都是 你在社会上升权 其实每天都在抵抗 对 你在每天都在抵抗上 我说的那个 视觉上的混乱跟污染 你在拍戏的时候 你不能就 随波足楼流啊 就是 那怎么办 你是怎么办 敢时髦这样子 就应该不是一个 专注拍戏的人要求的东西吧 因为有时候会的就是 因为比如你拍广告 你听老板的 对 那每一次都跟你说 他要这个镜头 你就给他嘛 有很多时候要的 可是如果是你要拍一个自己的东西 那你就要有这种要求啊 所以 其实这些无形的那个压力 一直都有 而且尤其是对于搞创作的人 都很厉害 比如像 出名的诱惑 就是 你如果常常都受到人的注意 人家其实有一天不理你 那很难受啊 你就不自觉的老是希望保持那种 知名度啊 人家的注意力啊 那你也有抵抗啊 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没有的 最好是你死以后才没有 可是有时候你没死 有一大段时间 你在养老院面里 我觉得是 这些先说无形的吧 有形的我就不说了 有人说青春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许安华导演76岁 但整个访谈过程她非常专注 与她开启的话题 她会十分专心地聆听和应答 我还记得访谈结束后 摄影艳婷为她拍照时 她拿起手机回拍艳婷和我们 还有我们身后的那些树木 她的慧杰 对世界的好奇 认真的回复 都让人好羡慕 也好喜欢 导演说如果不考虑任何外在因素 她最想拍什么 于是她拍了诗 你呢 如果不考虑任何因素 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 希望今天这个访谈 可以让你感觉温暖和力量 记得把这份力量分享给更多 你喜欢的朋友 报道者是非盈利媒体 定期订额赞助 或是单笔赞助 都是让我们继续做好报道 好内容的关键 谢谢你的收听 别忘了后面悬案化导演 朗读诗人西西快餐店的粤语版哦 我们下次见 我要经常开酒 不把 тут讲了 那 employers 西西 快餐店 既然我不会叨鱼 居然那么找无从 中共心就会把整火�菜花 静虞roz 不用讀這詞 我先開始吧 既然我炒的牛肉醬柴皮 既然我燒的飯焦 既然我煎蛋時老是忘記下鹽 既然我無論炸什麼都會吸油燙雙手指 既然我看見你要石油氣爐的煙 就就明又負擔不起霉氣和電費 既然我認為一天花起碼三小時來烹飪 是一種時間上的浪費 既然我高興在街上走來走去 既然我肚子餓了 就希望發點的東西可以果福 既然我習慣了淘幾個大硬幣出來 自己請自己吃飯 既然在裡面顯然十分熱鬧 四周的色彩上一幅飯焦 既然我可以自由選擇青豆蝦人飯 或公司三文治 既然我還可以隨時來一杯歐華田 或西班牙咖啡 既然我認為可以簡單解決的事 實在沒有加以複雜的必要 既然我的工作已經暗了令我疲乏 既然我一直討厭洗碗洗碟子 既然我放下杯碟就可以招呼外跑 既然我反對貼士制度 既然我常常走盡快餐點 可以嗎 很過癮 既然我都不選擇 你不選擇 既然我會想型 既然我會想要 既然我一定會想要 既然我會想 Steph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